候选人扫街拜票 谁真的有诚意呢 握手政治学透露了端倪 陈志忠近期到市场拜票 却被人发现 他握完摊贩的手之后 老师会往自己的衣裤上抹一抹 难道是闲人家的手上有油吗 大选要抢票来看看握手政治学 陈志忠走进市场 不少切机剁鸭卖青菜的摊贩 放下手边工作要跟他握手 但仔细看一下 陈志忠跟肉摊老板握完手 似乎多了个动作 握手寒暄后 陈志忠手突然在背心抹了抹 再看下去跟市场民众握完手 陈志忠又突然在裤子上也抹一抹 难道今天他有点手痛 转到前面的木炸市场 陈志忠跟民众握完手 又往腿上抹一抹 似乎握完手 他总爱往肚子或裤子上抹一抹 这是为什么 陈志忠因为你就会接触到 各式各样的婆婆妈妈 菜饭 鱼饭 肉饭 难免在握手的时候 手上往往会可能会湿湿的 或者是会接触到一些油脂 对于长期以来 高高在上担任部长 担任指挥官的陈志忠来说 也许他会很不习惯 难道真的是嫌人家手上有油 还是往肚子裤子抹一抹 是他常年的习惯动作 当陈志忠跟林佳龙握手时 似乎没看到他狂摸肚皮 或裤子的动作 这代表什么 他跟宿命之间没有那么的亲信 好像还是高官来巡逻的那种感觉 每握一个手你就很不自主的 好像很嫌弃 这些那个卖菜卖猪肉的 就去擦上自己的衣服 对手蒋万安碰上民众伸出双手 黄山山市场败票 也尽可能握到每双手 陈志忠市场败票看似诚意识足 但心里在想什么 恐怕得看看这漏网镜头 记者余盛琴 李一璇 SG小组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